開始上地下水 地下水就是儲存在地底下的水 就備化一句 儲存在地底下的水叫做地下水備化 地下水來源有幾種 我交三種你只要記一種就好了 雨水 雨水又要添水 地下水的最主要的補充來源就是來自雨水 雨水落到地面上 滲到地底下就變成所謂的地下水 水地下水幾乎都是靠雨水補充 還有幾個少數的東西 包括所謂的岩層水 就沉積作用的時候 包含在岩層裡面的水叫岩層水 好像化石一樣流下來 所以又叫做化石水 還有叫做岩漿水 就是這裡面底下的岩漿 裡面有一些水氣 裡面的水氣凝結所形成的 叫做岩漿水 你這後面兩個隨便看就好了 你只要記得考試問你 請問你地下水有誰補充 如果回答叫做雨水就可以了 有水補充 那麼這是前面交過 就告訴你說地下水很多 人歷史老師有交過 所有的古文明都發源於大河旁邊 長江黃河尼羅河 又巴拉底河 迪格里斯河 那是因為它最容易被我們取肉 地表水河水湖水最容易被人類取肉 但是實際上地下水的含量比較多 這裡舉個一個密西西里河的例子 就看一看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你看到密西西里河好大喔 水量好多喔 可是比起來地下水的量更多更大 我們前面看一個表格的時候 就是這個表格的時候 我們發現大概是地下水的量 大概是地下水的量 大概是地下水的十倍左右 大概是它地下水的量十倍左右 所以這個地下水含量比較多 因此當初也要你背 當初也要你背 請問你 第一 最多的水是什麼水 No.2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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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是誰 2號是你 最多的水是什麼水 海水很好 最多的淡水是 好來站我站我站你 來揮揮手 好 最多的淡水是什麼水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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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3號 2號 1號 2號 2號 3號 2號 1號 3號 我说要背 请你把它背好 好来 地下水是储存在 延迟的孔系中 康轩板有多写一个裂缝 但地底下因为压力很大 所以并不会有什么太大裂缝 主要是延迟的孔系 这要什么意思啊 想象一下一块海绵 看起来是一块海绵 浸到水里面 拿起来还是一块 海绵可是里面已经装满了水 水在哪边 海绵本身的洞洞里 就是所谓的延绳孔系的意思 所以地底下的地下水 不是有一个大洞 装满了水 不是就是石头 就是石头 那个水是储存在那个石头 里面所谓延迟的孔系当中的 延迟的孔系当中 像这个例子 不过你们好像这次没有去 射顶 肯定射顶 有个叫泳泉 这张照片是失败的照片 我拍了两次 第一次拍的时候水是干的没有水 第二次拍了有水 可是我拍不出那个水的感觉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有说明 这有块大石头 雨水下下来 盛进那个石头里面 顺着地形 开始往下掉掉掉掉掉掉掉 掉出来以后 在一个洞 就能够洞里面流出来 所以就在下面这里看到水流出来 叫做所谓的涌泉 涌泉 所以雨水落的时候就有水 没有雨水它就没有水 所以那个地下 在那个石头里面 听我明白吗 在石头里面 储存在那个石头里面 就是石头 叫泳泉 在沈町色顶 公园 不过你们这次毕业旅行好像 没有去 以前学生会有去 好 地下水体 来先不要操 先看图 先看图 老天爷下雨下下来 盛到地下变成地下水 受重力影响往下掉掉掉掉 掉到一个不透水层 就下不去了 它是往上累积累积累积 累积如果把那个孔隙装满了 我们就称之为 宝核蛋 如果那个孔隙没有装满 就叫做不宝核蛋 你往下挖的时候 必须要挖到宝核蛋 才会有水流出来 你才会觉得你挖到了地下水 所以宝核蛋 就叫做地下水体 所以宝核蛋 最上面就叫做地下水面 要地下水面 要挖到这边 才有地下水会流出来 因此你就知道 你的井水的水面 就是地下水的水面 你往下开挤 要挖到那边 你才会觉得有井水流出来 所以井水的水面 就是地下水的水面 然后往右边看 发现原来河水的水面 也是地下水的水面 这就是这边要告诉你的话 雨水往下进去 变成地下水往下渗渗渗渗 渗到不透水层 往上累积累积累积 装满了就叫做宝核蛋 宝核蛋就是所谓的地下水体 因为你要挖到这边 你才会觉得 你挖到地下水才会有水流出来 所以地下水体的顶部 就叫做地下水面 重点就是 你要挖到宝核蛋 才会有地下水 你的井要挖到那边 才会有井水流出来 这是以后考试要考的 画一张图 问你谁有挖得到井水 要挖国生里面重点来的 谁要晓得这句话 要挖到宝核蛋 要挖到宝核蛋 你才会有 挖到地下水 地下你才会流出来 就是这张图的意思 这张图的意思 ok 这张图的意思 那刚才讲过右手边就看到了 原来河水的水面 也是地下水的水面 也是彼此会互通的 于是就知道 古时候有一句话是错的 古时候说 河水不办井水 是错的 为什么错 因为河水跟井水 可以靠谁相通 靠地下水相通 可以靠地下水相通 如果现在早天也不下雨 外面给的水少 地下水多 地下水多 用来补充河水 如果是河水多 河水就可以用来补充 地下水 所以井水 然后所以井水也是地下水 河水水面也是地下水水面 所以井水不办河水是错的 这个图是给你解释 这个图是给你解释说 如果河水多 河水来补充地下水 如果地下水多 地下水多就可以来补充河水 所以很久没有下雨了 总是河水不见减少 为什么 因为会有地下水来补充它 地下水来补充它 好 泉水 当地下水面高出地面的时候 就会形成泉水 下面这张图不用理它 是我多画的 你只要看上面这张图就好了 只要看上面这张图就好了 如果你的地下水面在这里 这边就是水不会流出来 自然涌出矿泉水 叫做泉水 泉水是不用挖的 井水是要挖的 懂的意思吗 井水是要往下挖的 泉水是不用往下挖的 ok 好 就这个图的意思 这个以前就这样子考试画个图 上面叫做不饱和带 下面叫饱和带 然后呢 在这里 画一个点 请问你要怎样才会有井水 要挖到 饱和带才会有井水 ok 可以考试可以问你很多题 画一个图画三四头井 问你哪一头井有井沉 看谁有挖到 饱和带 第二个呢是 在黄山寺考过 我也考过 上面标一些数字 问你要挖多深 你可以说 这个地方给你标二十 这地方给你标六十 那表示你要挖多深 你要挖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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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地下水面高出地面会形成泉水 请问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地下水的补充因子就靠雨水 然后有这几项因素 夏季雨水雨水多的就会水面高 汗积度低 然后有这几个因素来影响它 帮帮帮帮帮 这个考试考过 这个考试有考过 但是你就看一看 写一写 你不用这减肺 因为很自然 你就会小得了 气候条件 雨水多 地下水高 雨水早 地下水低 这个要图来显示 很难用图来显示 用显楼处理的 这个雨量五百公里 这个雨量五十公里 这样地面波度 地面比较平的 雨水比较容易渗进去 地下水高 波度有波度的 比较陡的 雨水会流走 就不容易形成地下水 这个可以画图考 地表直披 有没有种树 有种树的 就会有人帮你涵养地下水 没种树的 就没有人帮你涵养地下水 所以呢 有种树的 就会比较地下水 岩存孔系 可是那个岩存的孔系多不多 多的就容易有 因为它储存在岩石的孔系中 所以孔系多的就容易地下水 这个也很难用画图考 要用写的 这边是沙岩 那边是叶岩 沙岩的孔系多 会有地下水 叶岩就河岩很密很密 不透水层 就没有地下水 所以考试很简单 这考过就画一张图 问你哪一个地方的地下水 会比较高 你挑谁啊 挑那个坡度比较平的 有种树的 就比较多 那除非用著名的 这张图棉宇达500公里 这张图棉宇达50公里 500公里 这个图的桌子 可能都是沙岩 可能都是业岩 所以 但是这个 气候条件跟延层统器 不容易单纯用画图考 来用著名的 但是其他两个很简单 OK 請問 有人有问题嗎 不 很好